就算吃闭门羹 四季志工人热情不减 向来往的路人 宣导流水捐赠验血 这是为抢救血癌患者的戏剧演出 沿袭活动了解专业知识 捐水者也是学员之一 敢配志工寻找配对的精神 云林建长完我留的地址是 我也不记得是哪里了 但是我辗转念书然后工作 然后在新店 所以当时是新店的师姐联络我第一次 第二次我又搬到了士林 可是我工作在内湖 所以辗转辗转又是从内湖的师姐联络我 罹患大肠癌的邓文斌 对喜爱患者的分享心有戚戚焉 那时候也讲到一句话说 自己在生病的时候 看着没有年老的爸爸没有的背影 你知道吗 其实我那时候也是看到我妈妈自己的一个背影 然后我觉得说自己年轻没有 然后没有办法去照顾他们 反而是要家人来照顾我们 我觉得这个其实心里很煎熬 宣感要把自己身体照顾好 才能把爱分享给需要的人 沿袭活动凝聚更多力量 投入宣导行列 戴新闻知识美志工陈佩茨 邓崎川 陈文荣 台北报导 阿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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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